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Tracy小姐 淑文 不用擔心喔 你們有好手藝喔 大家知道嗎 現在這種馬上我們給他打開 即組即食的這種即食食品 現在有夠流行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統計啊 高達98%的民眾 都有買過即食食品 幾乎每個人都買過了啦 其中七成以上呢 平均每個禮拜一定會有吃到即食食品喔 所以不管是條理包啦 罐頭啦 這一些呢 現在民眾要選購來講 真的是有很多的小屁股才能不要踩到地雷 而且買的大碗還滿意 馬上來請教一下吳老師囉 是 我最近發現一個就是 就是這種冠軍料理 不是說他本身他是新式的罐頭 就是比較沒有馬口鐵那種鐵鏽味的 像這一罐我就拿就是 松露紅燒的那個牛肉罐頭 他是松露做的 然後你們家松露 那牛肉很大塊 那重點是 真的有大塊嗎 對 那我比較 重點是不用解凍 像以前我買這種 像那種冷凍調理包的話 他味道不錯 但是 太煸啦 硬口口 要解凍 光解凍就解凍二三十分鐘以上 那重點是你解完凍之後 他的肉會改變 看一下我剛剛之前有買的 像這一個就是 解完凍的 對 能用調理包的 那我右手編的這個是冠軍料理 就是新式罐頭的料理 那我們來比較看看 我們先比較一下 我們這個冠軍料理一樣打開 不用解凍就省了二三十分鐘了 然後撥一聲 所以我們要比較一下 對 因為他現在是很方便 不用像以前說 我要拿開罐機開 對 它完全就是一拉 就開了一拉罐的 然後我們把它倒起來 你看 全部都是甜的最好 你看 牛肉 那個白白的那是什麼 牛油 牛油 牛油是提香 它不是外面那種 外面不是外面那種 所謂人工的牛油 不一樣 我們把它撈出來看看 碗肉很多耶 你看 滿滿的肉 而且記得那個肉是什麼 鮮紅色的 這個肉 你看一下 新鮮的顏色 對 因為它是直接把它煮了之後 就直接真空密封起來的 所以它保留那個肉的原汁原味 跟煮好的原始狀態 那料整個有很多 對 那如果說我們拿這個 你看 其實剛剛 有病人摔到地上已經破掉了 這就是什麼 冷凍經過解凍之後 它的新鮮度就變差 那你看 這濕不好濕 因為它是塑膠黏在那個袋上面 把它倒出來看看 你看 還有碎片在裡面 你看 肉幾塊而已 它還加紅蘿蔔 還加蔬菜 對 紅蘿蔔不少 所以它的料不是全部是肉 料很多是還有什麼 其他的什麼蔬果 那我們到處你會發現 兩個顏色就差很多了 那個我們冠軍的那個牛肉料理 就是什麼 就是好像剛煮的紅燒的牛肉顏色一樣 對 那如果冷凍的話你看 它經過冷凍又解凍又冷凍 它顏色變比較 變比較柴比較黑 而且它加了很多紅蘿蔔在裡面 它過勤務也不是全部都牛肉 那像我們把那個冠軍牛肉料理 倒出來看 全部都牛肉之外 你看這個是牛腩 很嫩的 牛筋 然後這邊要適合老人家 肉口即化 然後這邊是有什麼 牛肉 後腿肉 後腿肉部分 就比較適合什麼小朋友 需要補充一些高蛋白質的 那上班族這邊也有整個 整個紅燒牛肉 這很適合成年人吃 為什麼最強壯肉 所以整個全養牛肉都在裡面 也是老的 少的跟年輕人 都可以一起使用 是 吳老師把這個滿滿的肉交給煮出 對 然後很重要你看 裡面牛肉湯是濃縮的 是 下去之後 而且裡面還有 最主要是這些成分都天然的 牛油什麼都是 牛本身自己煮的時候 釋放出來的 釋放出來的 不是另外添加的 那你看這個牛肉有大塊 你看 所以剛剛講到說這個肉 它是原汁濃縮 所以也請問一下 吳老師這個比例上 如果我們要調濃蛋 會怎麼建議呢 我建議就是一比一 你看我們現在是一罐的牛肉下去 對不對 那我這邊會建議說 我們再拿這個罐頭當容器 我們大概倒一罐的水下去 大概倒這樣一瓶 這樣剛好是一鍋你看 而且是很濃郁的 你看我們在做的時候 全部都是牛肉本身去熬煮的 所以它的肉汁鮮美 最主要之前我買過 全部都添加物的 那這一罐我稍微看一下成分 真的很感謝 裡面就是牛肉本身 然後八角 花椒 最主要松露 有松露 新鮮松露 松露醬油 還有松露醬 裡面都是滿滿的什麼 安全的成分在裡面 不像我之前要買的 你看有什麼 魚葉細酸甲 然後那些焦糖色素 防腐劑 香料 還有就是什麼 還有一些紅色色素 黃色色素這些 還有牛油本身都添加物 所以這個在挑選上 真的很重要 那當然這個牛肉 它的確又有這個叫做 強壯的肉支撐 因為其實你看很多運動員 一定吃牛肉 像之前的四足賽 還有這個經典的棒球賽 牛肉是運動員主要吃為什麼 因為它有豐富營養成分之外 維生素AA 維生素B群 還有鐵 心鈣 胺基酸等等 最主要是牛肉鐵質特別高 它可以什麼補血造血 而且它最主要的蛋白質 跟胺基酸 比其他的肉類像豬肉 更接近人體所需 所以它可以讓運動員 或讓我們人體 產生迅速爆發力 它又被譽為最強壯的肉 最強壯肉 當然是很棒 不過聽說主廚 你說這陣子牛肉 也是去到補里鄉 對啊 漲了很多 不過剛剛提到一個東西 叫做湯頭 湯頭這件事要煮得出來 這麼棒的品質 其實有味道 所以吳老師也特別 要帶我們到這個工廠 去參觀一下 看一下這麼專業的 這樣一罐的牛肉鍋 這麼做出來的 首先它是用整塊的原肉去做的 而且你看真的比我的頭還大 然後我們先畫三刀之後 先做什麼 去腥 汆燙 瞬間用高溫高壓的水 你看 把雜質煮出來 然後我們再沖冷水 在極速的把它冷卻之後 再用機器把它切成大塊牛肉 重點 它牛肉跟湯是分開的 這是你看我們剛剛講的 桂枝八角跟陳皮熬的湯頭 去做什麼 紅燒湯頭 而且你看有新鮮松露 松露醬 還有加松露醬油 就是鮮香濃的一個松露的一個組合 讓它倒到原汁裡面去 原湯裡面去 好 攪拌跟沸騰之後 重點你看 牛肉是滿滿的 一罐八百多公克的總重量 有將近四百五十公 一半以上的牛肉 然後我們加入原汁之後 重點來了 我們把它做封存之後 它好像在一個容器裡面 我本到現場 你看每一罐我都看過 真的很辛苦 很費工 最後呢 我們送了這個高壓 然後慢煮著這個鍋裡面去做 慢煮四個多小時 所以就要像我們用文火 去煮那個湯汁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湯頭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們加了一半的水下去 還真這麼濃郁喔 對啊 因為它的湯頭是濃縮湯頭 好夾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很大塊 不是 你看 有夠大塊 會滷得很入味 而且你看它就是這樣子 你太大了它會散 就是會很好咬 因為它很嫩 它是整個原肉 就是牛排肉去煮的 所以它的湯汁都在裡面了 煮到我們罐頭裡面去 它就鎖起來了 所以你看喔 每每滿口都是牛肉的鮮香濃之外 還有松霧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這個是頂級紅燒的口感跟味道 好 來 請主廚也鎖定一下 喝一下湯頭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個口感 好棒 剛剛加了一比一的開水以後 可是煮了以後它的鮮味還是很有 對 它的鮮甜味 而且還非常的濃郁 它的牛肉的味道 都還是保持在這個湯頭裡面 大家知道嗎 剛剛畫面其實有看到 這個湯頭 這個牛肉是怎麼樣 它有加松露 有加黑松露的牛肉耶 哇 對 這松露跟黃金一樣 一克 算克的 一克要上千塊以上 所以它就叫餐桌上的鑽石 重點是它不只是加新鮮松露而已 新鮮松露是什麼 提鮮 對 還有松露醬 這松露醬是意大利進口 它是用法國松露在歐洲 意大利做成罐頭 叫提什麼 提香 香氣夠 那我們再用新鮮松露 再加上我們台灣的黑肉醬油 去釀製之後 增加味道的濃度 所以它是什麼 鮮 香 濃 一次到位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費工 有些感覺說 整個過程 真的為什麼松露露的牛肉 這麼珍貴 不只是牛肉本身 松露本身 整個製作工法 整個配方 都是獨取不可的 這每一塊都這麼大塊 剛才吳老師一直強調說 這叫做原肉 原肉 對 不是方塊的肉 還是原型的肉 對 重點就是說 是說什麼意思 像外面分原肉跟蟲煮肉 對不對 我現在手上拿就是蟲煮肉 這麼大一盤蟲煮肉 主傳只是一點點而已 而且他味道口感跟原肉差非常的多 對 那什麼叫蟲煮肉呢 蟲煮肉他有分成用咬邊肉 或是碎肉去組成的蟲煮肉 所以他的結粒組織都已經變了 他裡面的一些水分也都變了 而且他因為切面比較多 所以他的細菌肢長也會比較多 口感差很多 所以那就是口感跟品質 就是差的小細節 不過主廚剛剛還特別講說 像你現在桌上這樣子 這樣一罐倒出來 一鍋大概要多少肉去煮出來 對 我們這一罐裡面的原肉 就差不多有四百多公克 我們這四百多公克煮出來 就差不多要用一斤半的肉去煮 才能煮出四百多公克的這個牛肉出來 所以他會縮水就對了 煮的過程會縮 了解了解 好馬上主廚就要教大家一個變化料理 所以可以直接這樣來當牛肉火鍋 還可以來做很多料理應用 上次我們還教大家可以來做什麼牛肉湯 牛肉麵 可以做很多變化料理 那主廚現在要教我們什麼呢 是 那我們這個肉 除了喝牛肉湯 用它裡面的肉 我們也可以來炒食酥 那我們裡面的炒食酥 我們就先來加點油 我們加點蔥花 紅蘿蔔 稍微炒一下 只要有這一罐牛肉料理 它可以變出各種不同的變化料理 那現在其實這種天氣如果說 天氣冷就吃鍋 天氣熱的話我們就炒點食酥 是 靠想要加也變成一個大菜 對 或者像主廚也幫我們準備一些牛肉捲 有沒有 來一些食酥 家裡有什麼青菜 其實我覺得簡單炒個空心菜也行 對啊 因為其實牛肉跟蔬菜是蠻搭的 是 吃它吃肉不要菜咬 對不 我們吃起來更爽口 對 最主要是我們把牛肉撈起來 加進去就可以了 是 牛肉這麼大塊 所以菜炒熱之後 基本加上去拌一下就可以了 因為牛肉本身就熟的 對啊 而且你看 超大塊的 這感覺起來就雁客菜一樣 那個湯也可以下去當變高湯的概念 這樣全家吃起來都很棒 好 那我們稍微拌炒一下 讓大家全家邊吃邊點頭 連湯頭都給它喝光光的冠軍牛肉美食 大家一點要試看看唷 女王小教室教你聰明過生活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很多人喜歡吃魚 可是又怕煎魚對不對 今天跟大家分享 煎魚零食物 魚村排隊美食 實在厲害 虱目魚料理 我們攤的國寶魚是虱目魚對不對 沒錯 虱目魚有幾根刺呢 幾根刺 這個問題 87根嗎 錯 不是87 是222根刺 一條虱目魚這麼多刺 沒錯 它的蓋子非常高 所以刺相對多 可是很多人喜歡吃虱目魚 又不想挑刺 也不會煎對不對 今天跟大家分享幾道 簡單處理好虱目魚的一個 前置的一個料理 虱目魚塊 虱目魚香腸 虱目魚非魚卵香腸 這個魚塊也太可愛了吧 對 做成魚的造型 這個就是外型可愛 方便料理 三分鐘教大家 煎好魚 吃好魚 做好魚的料理 我們用小火就可以了 一點油就可以了 這個魚塊還有加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叫做 虱目魚精 雙重精華 魚肉加魚精耶 它不用再處理 因為它已經處理好了 把它裹好粉了 直接炸就可以了 第二點自製的事情的時候 就開始可以先把它翻一面 拌乾煎的效果 你看翻個兩次面 魚就完成了 真的是很方便耶 對於愛吃魚的我來說 又懶得挑刺 又不會下廚怎麼辦 沒錯 就是靠這個 完全不會什麼噴油跟油爆 對啊 洗澡鍋也可以做 虱目魚愉快 就愉快地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做 虱目魚香腸 還有虱目魚非軟香腸 這香腸熟得很快 香腸的小技巧就是 我們先可以把它圍坡個 大概30秒左右 鍋子裡面有 你看一下沒有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吃健康 火關最小之後 你可以把它蓋上蓋子 大概翻個兩次 它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容易很簡單 輕輕鬆鬆兩三分鐘 我們的虱目魚香腸 跟虱目魚非軟香腸就完成了 好 吃吃看外酥內嫩 完全沒有漂白 它就顏色 好吃對不對 好香喔 對 不會油膩 超脆的耶 我咬下去有那種烤烤 我烤到脆脆的感覺 對 超級扎實的耶 那我們再吃一下我們的什麼 虱目魚香腸 虱目魚香腸加肺乳軟 沒有一般香腸的負擔 而且蛋白質更高更營養 全部的虱目魚的精華在裡面了 天啊 咬下去有那種 啵啵啵啵的那種脆脆的感覺耶 天然常去做的 健康安全又衛生 潛艇堡 魚塊沙拉 配個大蒜 也是非常下酒美菜 我們的魚絲捲 魚村排隊料理大推薦 最後再來一杯 虱目魚精華 這就是剛剛說 加在魚塊裡面的魚精嗎 對 那我們可以這樣 直接這樣喝 喝一杯虱目魚精華 看一下 滿滿的幸福 而且好輕盈喔 這個味道 沒有那種魚的腥味 它反而是很輕盈很香 而且常溫的 你不用放冰箱 對啊 打開就可以喝 好棒喔 所以來一包 整條虱目魚的營養精華 都在裡面了 太健康 太棒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 魚村排隊美食料理 成功 大成功 會不會太誇張了 我在這幾人份 都很大塊 而且有的是肉 有的是還有筋 吃牛肉 才可以增加體力 它被稱為強壯的肉 對… 你看 好好吃喔 把牛筋 牛腱 牛腩 全牛的味道 都在這罐裡面了 把牛肉那個高湯熬煮出來之後 把它濃縮在湯裡面 它最讓我驚喜的 只是說 滾會的過程中 它的湯汁還是這麼的清爽 要混濁 所以吃一口湯汁 你可以吃到 全部牛的營養精華 郭醫生 來… 來囉 再來… 等一下… 公口看一下 我大家看到冠軍水的肉是 是紅色 是紅燒的肉 冷凍的肉是黑色 好像肉乾 白白吃肉 很燥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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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肉燥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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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燥� 很厲害 這個是國藝名菜五根長旺 這是我們在那個當年蔣經國時代 按照明清古法 聚集那個草燈 煮火按照古法去煮的什麼 那個什麼長雪 用小火慢熬的豬腸 鴨血 一煮叫五根天 大概是連成三到五點 所以又叫什麼 五根長雪 後面呢 張大謙改名叫五根長旺 對 哇 所以除了是美味之外 可是很多人就會覺得這道菜 要煮很麻煩 是功夫菜 對啊 就尤其它裡面要有個大腸頭 是 我光買回來要光洗就要洗很久 對啊 要冰啊 然後鴨血也要處理 要煮的時間 他自己要拿捏的好 所以馬上呢 這個剛剛吳老師竟然說 現在我們都是更流行這種不用冰的 這種罐頭美食 對 所以馬上要 也要給大家怎麼樣 評比一下 那我們要倒出來做什麼 食測 開箱食測 你看 裡面的鴨血 很新鮮的感覺 好像現煮的對不對 很多耶 還有大腸頭 你看裡面都很完整喔 不會像碎碎的 你看大腸頭 鴨血 酸菜 滿滿的料 滿滿的料都在裡面 那如果說我們去買那種冷凍的 或這種鋁箔的 有個小券就是 他那個鴨血就不完整 而且那個要解凍好久喔 對啊 重點是說 他會加很多什麼 比如說像那個抗酸劑 因為怕中間有什麼失溫 引起安全意義 所以會加一些添加物在裡面 說真的 你看他的鴨血就是黑色的 為什麼 真正的耶 因為他經過冷凍之後呢 會改變他什麼 他組織 組織 他裡面會有什麼 會有那個冰巾啊 會把那個撐開 所以會碎碎的感覺 然後味道就沒有的那麼 原本那麼純粹 他的腸子在哪裡啊 好 請大家給看一下大腸頭 那個市售的有腸子嗎 這個沒有的 這其實很貴 純鴨血就對了 因為腸子病很麻煩 腸子比較貴 對 而且一定要人工去翻 你看大腸頭在這裡 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冠軍 對 五根腸旺一定每一罐都有 這大腸頭 那也要請教一下那個主廚 你說大腸頭 到底是腸子的腸子 是怎麼叫大腸頭啊 因為他腸子很長 他前面只有前面一段 他那個非常粗的 那個叫大腸頭 所以等於這樣的一個冠軍美食的 這個五根腸旺 有這個非常飽滿的大腸頭 那剛剛講到鴨血也是一個重點 所以馬上請吳老師來教大家 怎麼判斷鴨血 因為鴨血一定要什麼 滑順 下面給比較一下 冠軍料理的五根腸旺這個鴨血 我們把它切一下 它裡面就是什麼 光滑的感覺 看一下 它剖面是不是很漂亮 新鮮 鮮嫩的感覺 那如果經過冷凍之後 它有冰筋破壞之後 你看一下 它就這種爛爛的感覺 你看看有沒有 它感覺裡面就是有氣泡氣孔 對 吃起來就是柴柴的 然後沒那麼滑順 重點是營養也不見了 對 那這種冠軍料理 就現煮的是一樣的 哇這個滿滿的料 五根腸旺 我們就請吳老師交給主廚囉 你看喔 湯頭也是濃縮的 然後料理看就是滿滿的什麼 鴨血啦 還有大腸口 這個顏色啊 會很鹹喔 湯頭會鹹喔 這個是剛剛好 剛剛好喔 因為它就是有點 那個什麼麻香麻香 我自己吃起來口感是剛剛好 重點呢 你看 全部剛剛我跟主廚研究過 這湯頭是很濃郁的 它整個煮的過程是沒有額外添加 所謂的化學添加味道在裡面 所以口感是剛 跟外面那種口感差很多 口感是差很多 對啊 所以我們要吃天然的原味 而且是食材的味道 不過現在這個五根腸旺 很厲害就是 剛剛講到說它要細火慢燉 那包括呢 裡面有哪些經典的食材 像獨門的湯底 比如湯底裡面有花椒 珍貴的一些配方之外 像豬腸 這種大腸頭 那那個鴨血 鴨血這個是新鮮鴨血 那整塊完整 最主要那個什麼 我們的什麼酸菜 是我們雲林道地的酸菜 所以都是傳統的家鄉美味 所以食材都經過嚴選 跟產品符合我們五星級主廚的一個什麼 味蕾挑戰 好 我們也給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呢 鴨血 剛剛聽說呢 因為是常溫保存 所以它表面跟裡面都不會被破壞 所以聽說呢 吃起來非常的滑溜 像 豆腐一樣嫩 對 很鮮嫩 這個不是人造鴨血 是天然的 你知道外面我之前吃到人造鴨血 是有腥味 這完全沒有腥味 因為要符合國宴級的標準 很費工 再吃第二口 很鮮嫩對不對 真的是骨溜像 豆腐一樣嫩 對 而且它沒有血腥味道 因為這是慢火熬煮 主廚講說大腸頭 所以讓他吃很多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腸頭是大腸頭對不對 對 大腸頭 好 來 你先吃一碎 跟大家說 好 這個真的很功夫在這一塊 對 因為我們從市場去買回來 光處理這個 就要處理了很久 有的是什麼加麵粉 又要用鹽巴 加麵粉幹嘛 去搓 洗大腸頭要加麵粉洗 對啊 所以要好吃 還有那個口味 你不洗乾淨 會有一個不舒服的味道 對 好 我來吃一口 酸酸的 不會辣 不會嗆 如吳老師說的 那個叫做麻香麻香 有一點點微甜 微甜 因為這個就是國宴菜裡面 它的成本都天然的 然後那個甜的味道 是來自於本身的湯頭 就是甜甜的味道 但它不會嗆 它不會辣 它只是稍微一點一點的香麻而已 也不錯 而且喝這個之後 全身有點發熱 幫助我們血循環也不錯 而且它一點點這個叫酸菜 馬上那個湯頭的鮮甜度又提升 是 對 因為它的酸它可以增加 它可以油脂可以解膩 所以它酸跟油可以中和 很開胃 是啊 如果天氣熱夏天吃這個 全家開胃 很舒服 它的酸味是剛剛好 然後現在我們在口齒流香之外 身經止渴 旁邊生脫液 對 口水好像一直要流出來 對對對 很舒服的感覺 所以大家不用被這個湯舍 這樣子嚇到 其實它不會陷 香香辣辣麻麻 微微的那種麻辣麻香 好 那馬上我們這邊也要請主廚說 這樣的一個經典的五根長旺 還可以來做變化料理 而且聽說要跟剛剛那個什麼 冠軍牛肉做結合 對 會 酸菜 牛肉 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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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一樣加點蔬菜下去 然後我們就把剛剛的鴨血撈起來 撈起來 撈起來 滑嫩 再來加上我們的牛肉 我撈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牛肉真是很 燙個大碗 你看 還可以做這麼多料理 哇 很期待 裝拼的美味 不過剛剛我們就講到一個重點 兩罐現在的冠軍食品 竟然做到你沒說 他就不知道是罐頭拿出來 其實這個屁股就在這個罐頭本身 對 冠軍美味它可以安心上菜 它有三大一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完全密封 然後高溫殺菌 它可以達到室溫保存 因為它有什麼密閉高溫殺菌兩大技術 進行封灌之後 它可以在80到130度高溫殺菌 所以把所有油害維生物全部殺掉 重點就是不用添加防腐劑 就可以長溫保存三年 所以我們有經過SGS檢測之後 它不就需要添加色素相當防腐劑 它可以長溫保存三年 這是沒有防腐劑的安全報告 所以冠軍食品就是最安全的食品 這麼快速的SGS 煮菜面也完成了嗎 是 完成了 你本身是熟的 是啊 所以我們只要會加熱 稍微拌一下 甚至也可以直接拌青菜 直接拌一些我們想要的一些食材結合 都是可以做出很棒的料理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冠軍牛肉也可以做成像桌面上 那個牛肉捲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還有Pizza 我們可以加一點炸的粉絲做裝飾 這是五星級料理 然後五星級 好 我們的五星級的冠軍料理 讓我們全民大家都可以當大廚 好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那麼觀眾朋友呢 也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女王當家 94GOOS的FB粉絲團 或趕快掃描QR Code 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還有很多好康的精彩分享 鴨雪 菜 炸腸喉 對 炸腸喉 這個顏色 這個湯頭還有這個料 你看滿滿的 滿滿的料 五根腸旺 這是國宴幾名菜喔 所有的美味都在上面 馬上加熱就可以上桌 常溫保存的罐頭 這種保存方法會提升口感 常溫的它剖面 它是沒有氣泡的 對… 很細緻喔 對 那如果說是一般外面的 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很冷的 對 它就是裡面有什麼 有氣泡產生 看一下喔 冷凍的血會有小凍凍 常溫倒出來的血 不會有小凍凍比較平滑 腸子也很多耶 吃起來是不是很夠味耶 不是夠味而已 是咬得動的那一種 我不吃愛的吃起來就剛剛好 酸酸甜甜的吃起來很開胃 好開胃 很開胃 它就有一個麻香的味道 加熱之後 裹上都是一樣的 吃這套菜代表 往往來 女王當家最讚的都在這裡 大家好 我是淑文 人家說皮膚是一白遮三醜 可是呢 頭髮一白就變得很老 而且最少老五歲以上啦 好可怕 好 然後呢 我們身邊的來賓 聽說都有這個白頭髮的困擾 對不對 來 吳老師 問我最清楚 其實我就用你給 我大概兩股要自己給你一件 那我自己真是 我自己是神龍聖長白草 以前我用什麼 有那種膏狀的 膏狀的 有 有啦 這個我都幫我老公懶過 懶過之後有問題是 他要臭很久 很臭 而且我老公有時候都會死 他說會死 刺激頭皮 然後有時候用這種 而且你知道這個管狀 有時候補的時候 你用一點點 後面那些就浪漫掉了 因為它氧化 還用這種刷的 這種刷的也有 這是暫時性的 零食的 我以前都用那個睫毛膏去刷 結果那個流的都嗚嗚 流汗會流黑色的汗 以前有流行這種灑的 用灑的 噴的 灑之後呢 下雨之後臉都變黑了 臉 因為那個水洗就掉了 因為都是零食的 所以後來就是因為 所以開始就尋找就是原來 日本人很厲害 日本那是流行什麼 泡泡籃 那時候覺得泡泡籃在日本流行 因為那台灣的MIT廠商 也開發出來 是喔 對 後來現在開始都是用 你知道嗎 吳老師 你說那個白頭髮 讓你很傷腦筋 其實我看我們秘書 也很傷腦筋 秘書都不知道說過 你這樣用腦過度 幫我們開發 用農產品 研發更多的 好的農作 農產加工品 你那頭髮都白了 你那時候你自己都怎樣腻了 我以前不腻 結果就腻了不習慣了 哪有說味道不好啦 感覺不舒服 所以後來就不腻了 今天吳老師就是要教我們沈大哥 要炒 要生死 又很體能 這樣喔 因為我們的顏色 至少要那個什麼 跟什麼 跟植物介色 我進口中 我看他一直很想講話 你是怎麼 有什麼困擾 我當初為了這個白頭髮 想說啊 就擺一點點 擺一點點 然後你整個去染又很麻煩 所以就去 既然去日本買 可以噴 結果你知道嗎 一噴噴噴噴 你的頭髮是塌的 對 就不會碰碰 不碰碰 對 其實不都會一大一大 不均勻啊 對啊 你噴起來也不均勻 不好看 所以有那麼多困擾 我們還要天然的 吳老師你剛才有說到一個重點 你說要跟食物介色 對 跟植物介色 那是什麼意思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很多的化學元素 你可能變黑了 可是身體變不健康了 對 那如果用天然的 比如說我們像 像電藍葉來喝手污 或者薑黃 其實這些都是天然 還有咖啡 用天然的餡 所以意思是說薑黃 就帶一點黃色 對 大自然的天然顏色 可是薑黃是我們在吃的啊 對 那咖啡就是咖啡黑黑 我們喝的咖啡 對 定藍葉就是我們什麼 還有指甲花 指甲花 對 這些都是天然的什麼 顏色 那我們天然顏色來什麼 做著色相對的 比較不會到身體負擔 沒錯 那我就 我直接示範好了 為什麼我喜歡用這種隨身包 因為一包是顏色 染劑 對 一包是保護頭髮的 一個可以護髮 護髮的 對 所以這兩個好就是 它第一次跟最後一次 它是一包一包的 我再拿吃好 像這樣子拿出來的話 它拿出來一包一包 你用第一次最後一次 都是一樣的顏色 那為什麼 我那時候很好奇說 為什麼你不難 你們要附一個 這個手扒機手套 原來因為這是小分子 我們只有什麼 頭髮跟手有毛鈴片 所以用這樣子的話 避免你知道嗎 那個 指甲變黑色的對不對 沒錯 沒錯 那也很方便 因為我都自己染 因為我在家裡面都是 邊洗頭 邊染髮 自己染 你後面你會對 自己後面 可能你會對 我老公都要叫我幫他染 因為 不然後面看不見 抓的就可以了 你看 把兩包顏色一起倒出來 所以兩包要一起 一個是染劑 一個是護髮 那因為那個 我們沈大哥 是第一次對不對 第一次我就用兩組 第一次你那個白頭門 比較多 所以怎麼用的用比較多 那我今天選的顏色是什麼 是自然黑 自然黑 對 我個人是 我比較喜歡咖啡黑 因為年輕人 自然黑很重要 你知道有的那種黑叫做死黑 很明顯就是告訴全天下 好像假髮 對 沒錯 那種感覺很笨重的感覺 所以一點保證很自然 讓人家以為說 我們沈大哥都沒有黏頭 你看很簡單 我們就是 用手 也不用任何工具 雙手萬能 人家戴手套 為什麼因為剛剛說過 他的顏色 會吃到我們的那個毛鱗片 我們身上幾個七公元毛鱗片 頭髮跟指甲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子攪拌 攪拌之後 不用等 你知道 他只要短短的數分鐘 就可以來染了 好 所以 因為今天沈大哥 要一起學 所以 來大哥 你手套有掛好嗎 有掛好 所以吳老師 你說要先針對最白的地方 先報 對 就是比如說 我們病腳 病腳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它是藉由那個什麼 空氣氧化產生那個什麼 著色效果 所以你看 它白色對不對 它只對什麼 毛鱗片 產生那個什麼 染黑的效果 它不會對皮膚 等於下路 因為我們自己 為什麼叫人妮 因為我們怕到的是什麼 皮膚 這樣一些給大哥 他也拿一點 自己這樣搓搓搓 對 你自己也搓一點 就像洗頭髮這樣子 對啊 對 戴個手套 難怪吳老師可以自己 不然哪裡後面抓得到 後面又沒有長眼睛 那你看得到 原來是只要會洗頭就會染 就可以這樣 跟洗頭髮意思一樣 因為你看 你看很糟糕 不是啦 因為我用得很習慣 畫圓圈的方式 你看一下 大哥 你要做會快 一邊學習 我覺得大哥在享受 你要讓每一根頭髮 都吃到顏色 可以順便按摩一下頭皮 按摩頭皮 其實我都是你知道嗎 我大概 我在弄好之後 去幹個三分鐘 到五分鐘短片 就好了 不用看整集聯繫劇 拜託一下 這麼快 很快 老師 你如果現在這樣 給他抹上去 要多久 他才會上色 四五分鐘大概 像我自己天氣熱的時候 六分鐘 一天的時候八分鐘 為什麼知道嗎 天氣熱時間比較短 大概六七分鐘 六七分鐘 那天氣冷的話 冬天的話 比較久一點 大概多一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均勻上色 你知道自己人頭髮最怕的 不知道嗎 像這樣 對啦 耳頭趕快刺刺 等一下黑黑的 他就很簡單 拿一張紙 拿一張什麼 面紙起來 或濕紙巾 或是衛生紙 那就好了 所以老師 你意思是說 他只會顏色附著在 毛鱗片上面 對 如果不小心去顧到臉 也不用怕黑黑的 會黏在皮膚上 包括我們的那個衣服也是一樣 衣服如果怕染到的話 馬上沖水就好了 你看旁邊 稍微擦一下 你看喔 是不是 輕輕鬆鬆就起來了 以前我老公我要先擦乳液 然後呢 沒有擦到乳液的地方 等我要去擦都擦不起來了 我知道 那就是連你的皮膚都染上去 那個染完 就好像遠遠看 像戴一個安全帽 你旁邊這樣 黑黑的一圈 很難看 西惠姐姐說 也很想要 污染 對 你看 你的困擾在哪裡 我的困擾就是有時候 你看 你的頭髮這邊其實都還不用整個人 對 就是你的變毛 對 翻起來就會有很多白頭髮 對 那吳老師你照顧一下 他現在這樣 沈大哥現在你自己抓一抓 趕快 吳老師去幫一下西惠姐 你要畫圓圈 順頭要 吳老師幫你擦 我也要試看看 這樣洗頭髮 對 很簡單 來你看 一樣是 要補染一樣是 因為只有補染 只要兩包就好 就不用太多了 對不對 而且西惠姐用的顏色 又不一樣 因為 現在的孤年 要比較年輕 對 不能太老當的 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一樣用手去 用手去搓籠他就可以了 對 很簡單也是一樣 雙手腕 所以他要補染的話是 補染的話用什麼 用牙刷就可以了 也可以 用牙刷也可以 用牙刷就好 沾上去 對 沾上去 西惠姐你把頭髮剝起來一下 我們給鏡頭看一下 要怎麼來 比如說像西惠姐 並腳是擺來對不對 對 刷兩下就好了 刷兩下就好了 就要像那個 像梳頭髮一樣 很方便 梳一梳 然後一樣給他搓一搓對不對 對 然後 大概經過六到五分鐘 然後再去沖一下水就可以了 對 所以老師 我這邊再確認一下 你剛才說男生跟女生 你把蒜的顏色不一樣 對 所以沈大哥的部分 那吳老師 你建議他用的是像這個嗎 自然黑 自然黑的顏色 因為我們有個年紀的 要穩重一點 對 但是不要用那種 中國黑都黑黑 不要像帶假頭髮的顏色 用什麼自然黑 西惠姐姐 你建議他是用什麼 栗子色 對 栗子色在陽光底下 會呈現一個什麼 金黃色色澤 看起來比較更顯年輕 所以這個栗子色就是 就是帶一點點紅色 比較時髦 對嗎 那像我自己都喜歡用咖啡黑 咖啡黑 因為咖啡界有兩個中間 就比較適合像那種 二幾歲 三幾歲 年輕人 像我一樣年輕 那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那我可以把它混著用嗎 可以 也可以 自己黑色吧 咖啡色也可以 一開始就是很多人會混色 像我媽媽就混色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他喜歡又人生一點 他就是咖啡黑 藍栗子色 那又穩重 然後又可以 變挑色一樣 對 你看喔 這樣就好了 我們 大哥那個味道 你說的很可怕 臭臭阿摩尼亞嗎 不會 很香 我們在這裡聞到 聞到淡淡的香味 因為他這個本身有天然花香 你頭皮會刺刺的嗎 不會 沒感覺 沒感覺 有好舒服喔 我看你好舒服喔 有啊 你看一下我們這 如果耳朵地方髒髒就把它擦 擦一下 我們今天節目就是要教大家 簡單又快速的 染髮DIY不求人 廣告後 趕快回來有更多的分享喔 頭髮一白就鮮老 找回青春髮色 聚當大神大叔 沒錯 今天要分享這個 髮燈泡泡籃 天然的 不含PTT 不含阿摩尼亞 跟植物界色 這一盒裡面有兩小包 一包是護髮劑 一包是著色劑 紫綴藍髮呢 會是小毛鈴片 著色快速又安全 自然頭髮 不會污到皮膚 皮膚的挑爛 味道好香喔 因為這是天然花香 沒有臭味 用洗頭方式 就讓你洗腹來一次搞定 跟洗頭一樣 用指尖去搓揉 上完色之後 回來一沖 馬上從大神變小姐 大叔變小娘 太厲害了吧 好帥喔 趕快大哥笑成這樣 你看 對啊 對 氣色變好好耶 對啊 真的變年輕 無厘無厘 差很多 差很多 八十歲看 好像十八歲 沒有啦 不像八十歲啦 太八十歲啦 我剛才看了一下 他這個髮根的地方 都很自然 對啊 然後頭皮沒有染到 真的頭皮沒有染到 真的頭皮沒有染到 對耶 對 然後基本上 因為剛剛那個 媳婦姐也好 那個志偉姐 我們很自然耶 對啊 因為他他就是自然黑 就自然光子 你看燈光底下 他白髮的地方 就跟自己 天生的頭髮的顏色 都一模一樣 真正的頭髮 是很層次的 不是好像黑 好像安全帽 好像 對 然後因為 自然就是美啦 有膩膩膩差很多 我們也有這個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你看一邊你笑 一邊你看看 今天是差十歲耶 你看一下真的很均勻 而且自然的顏色 好 所以這麼自然的 這個顏色 吳老師 你說這叫做什麼 自然黑 真正是很自然 然後基本上 我比較喜歡講那個 咖啡黑 咖啡黑是這個 對 然後那個 西慧姐剛剛有了 那個粒子 粒子色對不對 喔 粒子色 我們看一下 待會兒一點點紅 他剛才你的病角 病角都沒了 這些都 都沒了 補過去的很快耶 是不是看起來 因為我覺得自然很重要 自然跟自然 然後沒有負擔 對 因為這個沒有PTT 沒有阿摩尼 對 相對它很健康 給它主人 連你中間都沒有那個臭味 沒有臭味 也不會是 最重要的 對 那我們看一個 我們看一個阿姨的那個VC 阿姨變小姐 其實真的是男生女生 都要照顧保養一下 我們看一下 男女都可以用 你看 女生看起來差那麼多 你沒有膩 跟你老公做過的人 像是你們這些 對啊 這是粒子色 你看 顏色好像變成膩 有有有 要兩三點鐘 而且 吳老師 我發現 因為他有白頭髮 跟黑頭髮參差 眼裡膩起來 陽光色看起來 又稍微挑染 對 有層次 所以這個年輕 為什麼說不只是年輕 而且年輕很有光澤 對 這個很重要 不要說年輕很老氣 對 中間就是這個顏色 黑黑暗暗 不會更 不會更 那個顏色就看起來 髮質很差 你說到重點 你如果不會更 那個運氣就不會好 真的 而且其實這個白頭髮問題 大家以為說年紀大了才會有 其實不是喔 我們看一下 其實很多人 有的是遺傳性的少年白 那有的就是小時候 看起來就像是那個什麼 爸爸 老人跟老成 跟老成 有的人是怎樣 中年當然就灰灰白白的 會稱次不起 有時候要補染 就是說我們染過 局部又長出來的時候 又要補染一下 或者有時候你就是黏黏 那色下去 你不用白髮專用 你那色這樣 小花貓很難看 有的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枕頭白髮 你也要有染髮 所以其實呢 常見的這些白髮 真的是會影響我們的年紀 年紀 氣色 心情 你如果平平年齡一樣 一個是頭門瀑瀑瀑瀑出去 人家說 那個是你姐姐還阿姨 氣死人了 很生氣喔 這不行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啊 我們的這個染劑當中 我們在挑選一定要選用天然 比較安全的啦 這個當中 有剛剛講說 那個臭味就是來自 阿摩尼亞 對 阿摩尼亞 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阿摩尼亞 有老師說不可以用了 對不對 因為阿摩尼亞會產生一些 刺皮味道 而且那叫鞍 會讓你身體不舒服 總不小心 他是幫你把毛鈴片打開 因為我們本身現在是用小分子 對 他是不需要打開毛鈴片 直接上色就好了 對 而且阿摩尼亞也是世界衛生組織 來講說呢 現在是PPD已經列為不能使用了 PPD是治癌物 它會造成一些所謂的癌症的發生 對 誘發 所以我們盡可能就是一定要用 所謂的不含阿摩尼亞 對 不含PPD這些所謂的 危害身體的化學分子 難怪以前的人說 你如果在你身體的時候 你都要注意你的腎 要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一直喝水 有這樣子對不對 有了解 了解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很多朋友或許也會知道說 我們一般去染髮 你看看 不粉紅 就是要兩階段 你要先剃色 再補色 對 滋滋味 你沒有四五點鐘賣出來 很麻煩 又一整個 再來呢 植物的染髮 現在也其實之前有流行過 你知道嗎 不過那種有的就是說 一樣跟你說植物的 問題 它的分子比較大 它分子大的時候 還是要阿摩尼亞把它打開毛孕皮 所以它顏色天然 可是它的作用還是要化學 對 而且這樣子分子大 它也比較不容易上色 沒錯 時間要更久 好 現在天然的 比較聰明 對 新式的話 就是不會把天然的顏色之外 它不會變小分子 它不用鋪在毛孕片 就可以讓毛孕片上色 而且上色很自然 它不用先退色 它就可以直接上色了 吳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如果你今天分子小 如果我們毛孕片要打開 你如果分子大 你毛孕片要給它這麼開 對 沒錯 還是筆射了 對啊 你如果毛孕片開一點點 這樣一點點就熄到這味道 所以以前有人黏頭髮黏後 頭髮比較脆弱 自己洗 頭髮就糊糊 他覺得髮子怎麼會變白了 這樣黏到最後不是健康有問題 頭髮變稻草 沒錯 太可怕了 沒錯 剛剛吳老師一直說 教大家 我們就要選比較植物性 所以你剛才說什麼咖啡 顏色很重要 比如說我們盡可能用天然的顏色 比如說用薑黃 咖啡 或指甲花 核手霧就是黑色的 然後那個相對的 我們用天然的顏色 就可以讓它自然呈現光整 而且有這個植物介色 所以馬上吳老師說 再提醒大家馬上 其實兩包剪開 然後馬上就可以隨時要來補染 那一定要戴手套 我有學起來了 剪開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真的是習慣兩個一起剪 然後倒出來之後 還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護髮的 一個是顏色 那記得我們一定要戴上手套 去攪拌它 裡面其實 這個 這是技術源自於日本 可是我們臺灣人很厲害 我們自己把它變成 適合用國人什麼 配方 那吳老師 你說一定要戴手套 所以如果我染完要洗頭髮 其實手套還要戴著 對 戴著 然後你看 它馬上變成你知道嗎 就黑色 密食在一起了 對 來 我請那個姿佑姐給我們噴一下 那個味道 他們好像說 味道很天然 你噴起來跟阿摩尼亞的味道 沒有 沒有 而且是它有點花香 淡淡花香 然後我們自己 我覺得如果說你買了這些 所謂市面上這些藍髮鏡 可以試試看在什麼 弄黑之後 經過幾分鐘 那呈現自然的顏色之後 再手上塗一下 手上塗一下 對 看會不會過敏 會不會留下那個 測試一下 對 然後像我一樣 你就拿一張那個 我們的所謂的刃子都可以 濕紙巾的紙來 擦一下 第一個你看一下 我一擦 你看 是不是擦掉了 對耶 好快喔 是不是很簡單 對 好 那吳老師 我想請問 那如果說我們家已經染完之後 多久要再染一次 像我的話 一個月到兩個月 一個月到 而且我只要染這個長出來的地方就可以了 好 所以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白頭髮 我們就是整個白的 我們整個把它顏色上色之後 就一直持續到 你下一次白色再長出來這個階段 所以有的人長得快 有的人長得慢 是的 對不對 好 所以聰明染髮DIY總複習 一定呢 染前不要洗頭髮或抹造型品 然後要慎選合格的 而且不要有PPD 沒有重金屬 而且要選擇白頭髮專用的喔 沒有臭味 染頭髮的時候不會上頭皮 那洗護染一次給大家搞定啦 所以聰明的大家 有白頭門 不能學白飯喔 我們要用洗得天然的手工皂 染頭髮也要選相對安全天然 更健康 好 我們今天謝謝來自你的分享 謝謝 大家都要健康來過生活 對 好棒喔 因為膚質好就有好膚齡 有好膚齡就看起來很年輕 做好了清潔 帶疼保養 我用過很多不同的皂 所以我發現手工皂是最好的 我們用的是天然的食材 基底油是用 精油 這那個就紅麴啦 發泡劑是用所謂的我們的那個 吾腕子 吾腕子就很天然的起泡劑啊 它的香氣是來自於什麼 黃金米 所有都可以吃的食材 來打造一顆米的紅寶石啊 綿密的奶泡 很像奶油Queen有沒有 然後完全鮮得乾乾淨淨 好 完全鮮得乾乾淨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